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晚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跟诸位法师 大德同修 一起学习 黄念祖老居士 大臣无量寿经 白话节 我们早上 有提到 群书制药 是观世音菩萨 无量寿经 是阿弥陀佛 那师长讲经有说 菩萨表修德 佛表信德 观音菩萨 是四大菩萨之一 所以我们 看到四大菩萨 看到经典中 菩萨的行一样 那我们就想到 师长教会 他们都是表 我们应该怎么修行 所以我们听到 所以我们听到师长说 群书之药是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就要直下承担 来深入群书之药 来帮助现前的大众 甚至是苦难的众生 我们不能听了之后 那四大菩萨 那这个我做不到 我不行 我们有了这样的心念 这个念头本身 就是障碍了 障碍我们 全心全力 去效法菩萨 所以真正的障碍 不在外 真正的障碍 在我们内心的分别执着 所以师长常说 我们要会修行 就是能够六根接触六成 能关照到自己念头 有没有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能看得到 进而肯把它放下 那这个就是真修行 假如我们 看不到分别执着念 而且这个分别执着 还随着每一天在增长 那这些分别执着 对我们的障碍 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们建立 正确的修学之鉴 就非常重要了 修学手中 建立正之鉴 像师长有提到 释迪迪 释迦牟尼佛对我们 所教诲的 是弃我们 这个地区众生的根基 佛陀佛绝对不会 讲了一段教诲 讲了一部经 然后就对我们讲 对不起 这个你做不到 那这不是跟我们 开玩笑了吗 所以佛是应激 对我们说法 师长也是应激 对我们说法 都是气里气机 所以我们听经的态度 这个是对我讲的 我是当机者 这样我们就能直下承担 假如我们听的时候 觉得这个只有师父上人 做得到 这个我做不到 这个只有某某人 做得到 我做不到 那这个念头 就形成了 分别执着的障碍 所以真相是 世事无碍 任何境界 障碍不了我们 只有我们内心 的烦恼 分别执着 才障碍得了我们 有一句话讲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进入我们的内心 那那个真正伤害我们的人 是谁呢 诸位 大德同修 我们有没有被伤害过 那假如觉得有被伤害过 那我们在感受感受 刚刚这一段话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任何人 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 那那个真正伤害我们的人 是谁呢 我们以师长的教诲 来思维 师长说了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我对的 也是错的 那这话我们要 用心来体会一下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承得个人 粗浅的理解 是 那个对的是正常的 每一个人 他有现在的行为 他都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 他有他的家庭背景 成长环境 慢慢慢慢 他的性格 他的行为变成这样 都是因果相续 很自然发展到这样的 比方我们说 现在的人 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我们觉得很受伤 可是师长常常 引无量寿经 说到了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他会有这样的行为 一定有原因的 他的父母 他的爷爷奶奶 没有教给他 怎么做人 做事 所以我们不能怪他们 从责怪 可以转成 包容 宽恕 那这完全取决于 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人 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师长说的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就正常发展到这样子的 那我们假如是这样的心态 那面对别人的错误 我们不会对立 也不会觉得他伤了我们 所以经典 包含师父的教导 这个都是法药 这个都是法药 法药 治心病 理得 心就能安 所以师长这一句话 也是中数之道 别人错的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数 我对的 也是错的 师长这些法语 成德的感受 都是老人家 自己修学 真实的感悟 真实的功夫 流出来的 师长说 我对的 也是错的 代表对自己的念头 宽造得非常深入 当自己起一个对的念头 这个高下见就产生了 傲慢心可能就上来了 所以对别人是数 对自己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严格要求自己 不能起分别执着 贪嗔嗔慢 这些念头 而且 用功 都如从了凡视讯当中说的 从自己心缘隐微处 默默去洗涤 这句法语是 忠树 纯兴 忠庸提到了 忠树 为道不远 忠树跟道不远 道就是真心 师长特别强调 学佛 最重要的就是用真心 那我们用了真心 所做一切是功德 我们没有用真心 用了忘心 那所做一切 变成轮回心 造轮回业了 所以忠庸这一句 很重要 忠树为道不远 那我们一开始接触佛法 就是大乘佛法 我们早上还提到 佛陀 遣二大菩萨 到神舟大地来洪化 帮我们扎下小乘的基础 才能接大乘佛法 佛门有提到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非佛弟子 他就没有基础了 我们想想 大乘佛法 那是要利益众生 师长说的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 这是菩萨道 假如我们的心 跟忠树 不相应 甚至于 有可能是 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那我们跟人一相处 给人压力 人家算烦恼 我们虽然 是在学大乘佛法 但事实上 我们跟人相处 并没有让人生欢喜心 所以 辱道的基础 取代了小乘 这一块 我们不能忽略掉 那大乘之士们 都是为了互念我们 当生成就 所以为什么师长 让我们要扎三根呢 要有小乘的基础 要有小乘的基础 在设想 在设想啊 像下年居老居士 边静修节药 大修行人的时间 是有限的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用心去感受啊 现在人 家庭责任不轻啊 工作压力也很大 每一天挺忙碌的 真正的 整块时间 很长的时间 拿来修行啊 不容易啊 所以边静修节药啊 这个节啊 比较快节 因为只有三十二段经文啊 三十二拜 不是很长 但是这三十二拜里面 有天亲菩萨的 这个五念法门 依照这个精神修学 都能成就 而且把五经一论 甚至于是禅宗 密宗 教下这些重点 都含塞在里面了 这都是为我们现在人想啊 红衣大师 他晚年还编 格言别录 那已经有格言连弊了 为什么要编格言别录呢 考虑到啊 现在的人要把整本书看完 不容易了 把里面最精华的挑出来 尤其补我们啊 尤其补我们啊 人情 事理 这个部分 李北南老师有说啊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啊 会伤天害理啊 会变成佛呆子 疏呆子了 人情事理 我们懂啊 我们才能体恤人心啊 尤其啊 我们所生长的背景啊 跟一百年前 跟五十年前很不一样了 那个年代都是大家族啊 少则七八十人住在一起 多则两三百人住在一起 这样的成长环境 让一个人从小啊 他就不自私了 他从小起念头 考虑父母 考虑整个家庭 所以为什么 齐家之后啊 可以治国 他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了 他有很长的人事锻炼 所以以前的人 十八岁可以做现场啊 我们现在十八岁 能够做什么 人不让父母操心啊 算很不错的啦 所以格言别录当中啊 这个人情事理啊 强调的很多 比方 工人之恶物太严呢 要施其看守 指正人家的问题啊 不要太严苛 要考虑到对方的承受 对方的接受度 这些话里面 都是有那种体恤人心的态度 不是我觉得他有问题了 噼里啪啦 一堆话就过去了 根本都没有考虑到 他的状态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虽然是为他好啊 我们要设身处地啊 不要一下子那个标准很高啊 那他觉得 哎呀我根本达不到 我们能够寻寻善诱啊 你看这一段话 工人之恶 教人以善 都是好心啊 但是假如心不够细 不够柔软去体恤啊 好心啊 可能办了坏事了 所以这些祖师啊 他们晚年做的事情啊 都超越时空啊 来护念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我们今天 接着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 是六种成就的 一时 十成就 我们感受到这些祖师的 良苦用心呢 那他的教诲就超越时空啊 来指导自己了 像刚刚提到 李秉兰老师啊 编长礼举药 师长蒋经也提到啊 李啊 是辱家的 根本 没有李啊 就没有辱了 戒 是佛家的根本 没有戒 就没有佛法了 这些话其实都很重要啊 那我们要扎辱家的基础 那李啊 我们必须学啊 像第四规都是李啊 为人子之理啊 那常立举药当中有说啊 交浅不可延伸 绝交不出恶言啊 哪怕跟对方啊 缘不足了 甚至于对方啊 有无理对我们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讲狠话 不能讲对立的话 这样跟对方啊 就结怨了 这个是常理由 尤其我们是念佛人 每个人的目标啊 都是要当生成就啊 主委同修 我们都希望当生成就吧 大家都没反应了 现在是交流白话节 不是做馋 大家都入定了 大家是不是都是希望当生成就 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啊 哪一些是当生成就的关键啊 这些关键点我们都要掌握住啊 其中有一点啊 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话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造新秧了 又要结轮回业了 绝交不出恶业啊 绝交一出恶业 这个轮回业又结上了 就不是不再造新秧了 所以理老变常理举药 很重要啊 而且理老说的 我们学常理举药啊 是达到不让人讨厌啊 那我们不把常理举药落实了 那我们就会让人讨厌的话 那就跟人家搞轮回了 所以大乘菩萨的标准是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哦 而学常理举药 是不让众生讨厌 但是假如我们连常理举药 连弟子归都不好好去落实啊 我们想说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啊 那不大可能啊 就像这个中述之道 大学有说 君子有诸己啊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这句话 都是知所先后哦 我们今天做事情啊 往往都是 我一定要这么做 可能有情绪上来了 一股静上来了 我非这么做不可 其实我们修学之人呢 做任何事啊 心中要有佛法 要有经教啊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我们烦恼习气啊 我们今天要劝人啊 首先他信任我们 我本来 我今天非讲不可了 不发 不痛快了 那这个叫攀缘啊 论语说的 君子信而后见 对方信任我们呢 劝见他的缘才成熟啊 那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 就会以经教来思维 我们才懂得应对进退啊 那当我们都是用经教 来处事待人接物啊 我们身心不会很疲累啊 因为我们的思维 都跟经典相应啊 那个磁场很好啊 我们去处理事情处理完 哎呀 累得半死啊 甚至还发了脾气啊 那这个我们 在处理事当中啊 没有把佛法用出来了 那我们经一世长一致啊 不能让这样的情况 继续出现了 学佛啊 理智啊 不基于意气啊 不迁于感情啊 用正思维啊 来面对 所以劝人 信任是基础 再来 刚刚提大学讲的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我有这个优点 我去带通他 也 落实这个优点 假如这个优点 我没有 我去要求他 这人心 不是很福气啊 比方说当爸爸妈妈的 跟孩子说 孩子你要孝顺父母啊 结果孩子说 爸 你对爷爷奶奶都不孝顺 为什么叫我孝顺你啊 这个就没有有诸己啊 而后求诸人了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这些经句里面 那个儿后啊 都是知所先后啊 择净道义啊 我们做人 有做人的道 这里面都有 先后持续啊 无诸己 我没有这个缺点 而后非诸人 我没有这个缺点 我去护念人家 改掉这个缺点 他心里福气啊 就像我们自己啊 没有脾气啊 然后我们去 以身教言教 带动他 把脾气改掉 那对方啊 心悦沉浮啊 假如我们自己脾气不小 然后我们对他说 你脾气很大 要改啊 假如是你的孩子 他可能不敢讲出来 但他内心会怎么样 他会低谷啊 他心里会想啊 你脾气都那么大 怎么只要求我改啊 所以辱家 这些句子 都是让我们了解人情 那种事理 为什么我们在家庭团体当中 去处理事情啊 好像不能圆满 甚至于越处理啊 好像越复杂 越适得其反 这时候不能把原因推到某人 推到某件事上去了 传统文化 佛法 是内学啊 我们要反求足迹啊 小朋友往往在最重要的地方啊 会给我们提醒 会发出声音来 因为传统文化跟佛法 是内学啊 要向内反省啊 我们只要向外 某个人不对 某件事不妥 一向外 就向外着向了 一着了向 烦恼就会起来了 我们看了凡事讯啊 了凡先生改变命运呢 他最关键的在哪里呢 在云谷禅师 对了凡先生的引导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 当领导 要学习云谷禅师 云谷禅师是开悟的人 他了不了解了凡先生的问题 但他没有点出来 云谷禅师问了了凡先生一句话 鲁自描应得科地佛 因生子佛啊 了凡先生说到了 无追醒良久啊 他反省自己啊 反省得很深入啊 反省了好一回啊 最后告诉云谷禅师 我不应该有公明啊 我不应该有指示啊 因为我有哪些问题 他一条一条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了 所以他的命运能改 因为他反观自省了 跟佛法跟传统化的精神相应了 内学 反求诸己了 所以一反省 他的命运改了 他的子孙的命运都改了 我们能反省啊 不止自己的命改了 团体的命运呢 也会转变了 尤其啊 我们在团体当中担任重要的工作 团体当中啊 处理事情啊 在儒家都算为政的部分 大家不要觉得 我没有参加选举啊 我不是政治人物 孙中山先生有说 管理众人之事 就是政治人 市长也强调啊 我们要鸿护政法 要学群術制药啊 我们不学群術制药 我们不知道怎么当领导啊 因为当领导是因缘所生法 刚好有这个机会了 但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有学过论语啊 有学过群術制药 这些违政的 纲领吗 学过领导者 应有的哪些心境吗 所以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义啊 诸位同修 大家 我看都当人家的父母了 那你们 在当父母以前呢 有没有好好去看 老祖宗 哪些教会是教 怎么当爸爸 怎么当妈妈的 我们也不是 孩子一生出来 我就会当爸爸 就会当妈妈了 那群術制药当中啊 有很多 是讲怎么齐家的 师长 有指导我们 用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家 这四个纲啊 来编群书360 这部书已经编出来了 群书制药中啊 修其制品的智慧 它是以群书360 前三级的精华 再依这四个纲啊 编出来的 我们华藏 进中学会有映出来 这个可以放在家里啊 比方说现在家里 遇到什么状况啊 不知道怎么做啊 赶紧 不要冲动 我先去上个厕所 然后呢 把这本书打开来 齐家的部分 夫妻相处 我还是儿女教育 稍微看一下 冷静冷静 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经典就有办法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 宏富正法 我们得要很冷静 很客观 来思维 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像师长有一次 刚好啊 刘树云老师在 他就问师长 说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 跟老儿上的年龄 是孙子辈的 老人家九十几啊 儿子辈的年龄 七十多啊 像我们 道工长老 行工长老 他们属于 儿子辈的啊 我们才五十上下 孙子辈的啊 问道 像他们这一辈的红法 比你老人家的难度怎么样啊 老人家想都没想 马上回答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呢 人家问老儿上问题 老儿上说 嗯 我想一下 老儿上也在表演给我们看啊 他不是用思维的 老人家平常心地清静 心地空极啊 用心如镜 人家来问问题啊 就好像有一个人 走到镜子面前来 照得清清楚楚的 马上就可以回应他了 用真心啊 应对一切静 自自然然啊 所以师长老人家 教我们的是什么 不要用分别执着去应对事啊 要用清静心啊 真心啊 大家羡慕不羡慕啊 老儿上怎么来怎么应 我们早上也提到啊 我们跟老儿上学啊 要向老儿上啊 老儿上也是和盘托出 教我们啊 而且指导得非常仔细啊 老儿上是和盘托出 你平常不用脑筋啊 赶快把阿弥陀佛提起来 不要想其他的事 念阿弥陀佛啊 我们这佛号一句接着一句 任何妄念都进不来啊 因无所住啊 我们又一生接着一生 而生其心啊 我们以凡夫的境界 词这一句万德鸿鸣啊 我们可以巧入无身啊 可以如法身的境界 所以这个方法太妙了 所以平常不用脑 我们呢 佛号不要中断 真正需要工作 处理事情啊 我们用经教来思维 思维清楚了 事情办完了 也不要常常去想它了 思考清楚了就好了 事情结束了 佛号再提起来 指导得非常具体仔细啊 我们真的能这样去做啊 慢慢我们也会有几分受用了 真的平常啊 忘念少了 真的人家来沟通事情啊 来商量事情 我们也觉得好像很多灵感啊 会出来了 心越清静啊 就生智慧啊 所以思想都把它一生修学的心得啊 都和盘给我们吐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福报啊 我们肯珍惜啊 听完就照不做啊 那我们是有大福报的人 而且我们这个福啊 很快当下就可以现前 我们马上就可以把师父教得用上了 那师长提到了 我们这一辈人呢 弘法比他老人家难十倍百倍都不止啊 我们思考思考 实际上讲经的时候有提过 以前佛门弘法的人呢 是开悟的人出来弘法 护法呢 是弘法退下来啊 他有经验啊 他来弘法 当然这个 他来护法 他是弘法退下来 他有经验 当然这个护法指的 应该是抓教学的方向 教学的目标 不是说所有护法的 连这个厨房 负责厨房 这个也要教学退下来 都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可能是一百年前的状况啊 我们再拉回来我们的现况 那现在我们弘法 想承得自己 二十五岁之后 遇到师父才开始学 二十五岁以前的习染很重啊 而且自己啊 也有负责一些工作啊 假如自己警觉性不够高啊 做着事啊 做着做着呢 本来的做人做事的习惯 他就现前了 强者先迁了 不可能说我们遇到佛法了 我们本来的做人做事的习惯 全部放下了 他一定有一个过程了 而且都得真干了 才能把那些错误的习惯 转过来啊 黄念主 老居士提到啊 我们修学啊 都要打碎重造啊 大家听过黄老这一段法语吗 打碎啊 重新再塑造啊 陈德当时听到这一句啊 我好像还没有开始修啊 因为我还没有睡啊 我还没有那种啊 真正对峙一个习惯啊 好像扒自己一尘皮那个感觉 都要经一番寒测骨啊 不可能轻轻松松啊 所以夏年居老居士说 必须发大勇猛心 立决定之 不顾生死啊 不计成败啊 死有相应分啊 哇 那个不顾生死 我们看要突破一个习气啊 那要下多大的决心跟毅力啊 跟耐性啊 夏老说的 宁肯睡骨粉身 终不忘失正念 那我们没有下过这些功夫 我们一下子 我们当了领导 我们上台讲课了 这样的境界啊 对我们这一辈人 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都要有配套措施啊 才行啊 所以施掌 对英国汉学院的学生 都说啊 你们毕业之后啊 住在一起 不要分开来 为什么 毕业了二十多岁而已啊 一个人当枪匹马出去红法 柴色名利啊 马上就扑过来了 抵挡不了啊 必须啊 医重靠重啊 有团队的扶持啊 这样这个红法的路啊 才能走得长久啊 而且都不是从小学的 已经形成的习惯了 有时候自己看不出来啊 当局者迷啊 旁观者轻啊 医重靠重啊 有这个 闻过心的态度 人家提我们的缺点不足 我们欢喜接受了 这样质量事件相轻 所以红法要有红法的配套 不然 难度这么高啊 我们想要真正 把这条路走通啊 不容易了 那护法 那以前是红法退下来的 所以红法 那我们得要提醒自己啊 我在扶持团队的过程 我要依经典 来做人做事 来护持大家 我没有这个警觉啊 我本来学佛前的那个习惯 很可能就现前了 师长还说啊 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啊 假如佛陀有一段时间没讲经啊 身团也会发生冲突啊 那佛那个时代 他们的根性比我们好多了 所以他们都得天天听经 那我们在世上 历世练习 我们每天的熏息啊 不可以忽视啊 天天都得听经啊 我们的心念才能跟经教相应 那我们看到学会每天都有讲经啊 这是很难得的学风啊 我们诸位法师讲经不中断 护持道场的学风 大家每天念佛啊 无量寿经啊 一天念那么多步啊 这个有学风啊 有道风 念佛啊 是行道啊 是我们的正修啊 正助双修 我刚好跟一个团体的领导啊 交流这个宏护 一百年跟一百年后的差异啊 结果这个领导听完 他就说 对 听经不能中断啊 结果他一回去啊 叫底下的人听经 他自己不听 我一看到这个情况 罪过我罪过 为什么 我们讲话不够周详 不够周到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我们本来是想供养他们 供养他 利益他的团体 结果反而让他的团体遭殃 回去说 你们都要听啊 不能没有听啊 一天都不能听 但是他没有到 我们去观察看看啊 师长老人家 走过不少园 本来这个地方的园 非常殊胜 我们去观察 负责人 天天来听经 假如这个 一把手 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不来听经 忙在事里面 这个园 慢慢就要出状况 老人家 老人家所走过的红法路 对我们都是最宝贵的质量 不管是正面 负面的 都会给我们 高度的提醒 所以师长就要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那这一段开示 非常圆柔 也是提醒了 也是提醒了 我们每一个角色 要扮演好 都不能没有 君心师 的精神 当领导了 不只做之君 还要做之亲 做之师 师长老人家 讲这个主题 也是 应激说法 因为 老人家多次听到 当父母抱怨 孩子不好管 当老师的抱怨 学生不好教 当领导的抱怨 员工不好管 那师长 就讲了这个主题 其实当我们在境界当中 抱怨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把佛法 把传统化用出来了 我们用出来 不会抱怨的 就像中庸说的 树富贵 行夫富贵 树凭贱 行夫凭贱 树以底 行夫以底 树患难 行夫患难 树遇到孩子不听话 行夫孩子不听话 树学生不听话 行夫学生不听话 树下属不听话 行夫下属不听话 君子无路而不自得 我们有君子的心境 这些境界 不会障碍我们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师长的法语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不会障碍我们的 佛陀跟师父 更表演给我们看 确实 境界没有问题 是我们的心念有问题 佛陀做忍辱先人 遇到隔离王 要割结他的身体 割他的肉 诸位同修 你这一生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境缘 没有吧 没遇过这么恶劣的境缘 这样的境缘 没有障碍忍辱先人 反而让他的人辱 波罗蜜成就了 慈戒波罗蜜成就了 因为他没有报复 没有称慧心 释迦摩尼佛本来是在弥勒菩萨之后才成佛 就因为这个境缘 让他快速提升 提早弥勒菩萨成佛了 所以境界没有问题 障碍不了我们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是我们自己的心动 那这是释迦佛给我们的启示 师长老人家一生 遇过很重大的挑战 我们很多物资费的法师 都跟着师长经历这些事情 成德也有一些因缘 我们跟随师父做这些事情 其中有一件事算是蛮重大的 成德自己跟师长打电话汇报 师长老人家马上知道 全部都让 持法本无真 真则是道义 持法是佛法 释迦摩尼佛没有教我们真 真 我们的心就不在道中了 师长还举例 就像三五面法 佛地址都没有反抗 连这样的境界都没有反抗了 那这样的表法 我们后世的佛地址要体会到 那震撼 那震撼 成德的是 老人家时时 把佛法摆第一 佛门的形象摆第一 佛法怎么能真呢 就像老人家在台湾 弘法三十多年 之后应援一变化了 那这个道场 这法律上是属于 下一代继承 可是这明明是信众的钱买的 那可能 世众弟子 不是很能接受 这也是人之常情 努力了几十年 这个角度诉诸法律 这样拿回来没问题 世众老人家在这样的境远 想的都是佛门的形象 那打官司报告上去了 报道出来了 那还得了 给弟子们顶礼 馆长四十九天以后再说 这样的境远 对一般人来讲 晴天霹雳 没有地方了 容身了 老人家考虑的都是佛法 佛门的形象 离开台湾的时候 师长下写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老人家在这样的境远 他快速提升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了佛陀的表演 不能辜负了师长的表演 我们要效法他们 境界也没有问题 我们会用心 通通通都是逆增上缘 可以让我们快速提升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 假如遇到孩子不听话 学生不听话 境远我好丑啊 很可能是来磨练我们的 所以我们假如遇到的境界 挑战蛮大的 可以告诉自己 老天也很瞧得起我 就像孟子说的 天将将大任 与诗人也 而且修行成就的 没有一个不是经历 挑战挫折的 大家有没有遇过 清津松松就成佛了 我们是要了脱无始节的轮回 那师长 看到这些现象 他讲了这个专题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士 我们在这些静缘当中 会互相抱怨 是我们的心恋 并没有提起 关照 我坐之君 坐得够不够 坐之亲 够不够 坐之师呢 我们真能这样反观啊 就察觉自己的不足啊 赶快去做啦 我们往往都觉得 别人不对啦 我们带着情绪啦 带着抱怨啦 我们只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啊 这个抱怨脾气啊 就消下去了 不好意思了 哎呀 我自己也还不够啊 那坐之君 首先呢 以身作者啊 再来 大公无私啊 大公无私不简单哦 我们的爱真心要放下哦 因为人跟人之间 都有过去生的因缘啊 哦 所以爱 这个慈悲分四种啊 爱缘慈悲 众生缘慈悲 法缘慈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众生缘 那就好像这些古圣先贤 他对众生呢 都非常的仁慈 这众生缘慈悲 我们一般的人 觉得跟他缘不错 过去生缘好啊 对他挺好的 哎这个 过去生缘不是很好 一看不是很顺眼啊 那可能就 对他呢 就没有那么热情了 我们假如是修行的状况啊 缘分好啊 要提醒自己啊 不能贪爱啊 不能偏心啊 遇到不好的缘呢 更要恭敬谨慎啊 把这个缘能够转成法缘啊 所以要大公无私啊 我们得把爱真心放下 我们假如只喜欢听好听的 只喜欢听好听的 只喜欢听顺自己话的 那这个要 大公无私不容易了 这个要接受别人劝谏的 不容易了 唐太宗啊 唐太宗啊 是好的领导啊 他不只纳见 他求见 求别人呢 要提醒他的不足 其实 一个人 当领导付出 有放在心上 他要接受别人劝 就不容易了 所以佛门常说 要做而无做啊 做而有做 放在心上 当别人给自己提意见 我们有做了 人家一提 你都不知道我多辛苦啊 还挑什么毛病啊 可能我们的不欢喜 就上来了 所以坐之君啊 不简单啊 还要纳见啊 还要知人善认 我们理解 佛法 理解传统文化 我们要圆融的来理解 不能了 这个太片面了 甚至也解片掉了 比方经文当中 指纹来学 未闻网交啊 但有另外一句经文说 未诸树类 做不请之有啊 那这两句话 有没有矛盾啊 这没有矛盾啊 从自己的受用 跟他人的受用 这两句话 没有矛盾啊 指纹来学 未闻网交啊 调伏自己 好为人师的心啊 而且他受用是什么 我们更肯去帮助众生 他受用 对不起 讲错了 他受用是 指纹来学 未闻网交 他是主动来求法 他才能得利啊 你去了之后 他对不珍惜 这个缘就 浪费掉了 那未诸树类 做不请之有 那对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可能还有小尘习记啊 哎呀 我自己 法喜充满就好了 不是很愿意去帮助人啊 这一句话就 众生真的 这个灵门一脚 该你踢啊 你还是要去做啊 有自自受用 自己的提升 跟他人的益处 那就像 坐之君 有同修有说到了 现在 只有这个人啊 我们就用他 这个认知啊 有待商榷哦 我们在思维的时候 要依照经教哦 辱世道的经典里面 都没有讲过说 现在没办法 只有他 就用他吧 真正没有人啊 不倾其因缘 我们今天要去成就一个缘 红一大师 《格言别录》里面说的 度得量力 审视责人 度得量力是自知啊 审视责人 是对所处的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啊 要清楚 师长说 学佛啊 面对境界要清楚 不能糊涂啊 那度得量力是对我们自身 这个事情 我 得行能力够不够 我不能打虫脸 虫胖子啊 多少员 做多少事啊 随时之以经教啊 来指导自己啊 审视 外在的形式 条件过了没有 责人 成就一件事啊 关键在人才 关键在负责的人 所以大学说 人存正举啊 人亡正息啊 故为正在人 那我们要充分了解他 知人啊 善任 他的德行 他的特长 适合放在哪一个位置 他没有那个德行能力 不可轻用啊 你一轻用了 可能这一方 的姻缘啊 就受到一定的障碍了 请神容易啊 送神难 所以我们 现在 带领团队啊 真的 儒家这些教诲啊 挺重要的啊 管理众人之事啊 就是办政治啊 这是做之君 在这些方面 我们一反思 还有这些 做得不到位 我们就不会去责怪别人 先调整我们自己 这些不足 其实啊 人跟人是互相交感的 我们领导者自己一反省 自然带动团体的人都反省 我们领导都是指责啊 那一交感 大家就互相指责了 假如今天我们觉得 团体抱怨太多了 那从自己开始不抱怨 一切事啊 离不开因果啊 我们家庭当中 感觉那个氛围都是 互相抱怨 那就 和谐家庭 从我做起来 我首先不抱怨 我不只不抱怨 我还称赞 优点 称赞付出 更积极啊 种下家庭啊 团体啊 好的因下去来 那做之亲 不离不离不弃啊 我们的心境 对待 同人 同修 是不是这样的心 不求回报 这个是父母的心 其实这么一对照 我自己也差得很远 在这些地方下功夫 一抱随着自己正抱转 坐着师 老师 要培养红传 正法的人才 是坐着师的责任 而且坐着师 要懂得抓住机会教育点 这是坐着师 我们处理事情 觉得处理得不够 不好 我们也是反思 我自己的道力不足 学问不足 我们要不断 我们说三足鼎立 这个三足 就是指德行 学问 能力 这三方面 我们每天用功 向上提升 这个是顶挂 三足 三足 有一足 断掉了 这个顶是拿来 装菜肴 接待国兵的 他脚都翻了 这个就很狼狈 很难收拾了 所以义经这一段 陈德读的时候 印象很深 孔子说 德博而未尊 德行浅薄 但是位置很高 智小而磨大 智慧不足 但是干的都是很大的事 力小而认重 力气小 可是扛得很重 险不吉 很少灾难不灵头的 我读到这一段 真的是冷汗直流 自己在因缘当中 比较年轻 负责一些事 做错不少事 自己还有一点 希望能利益他人 所以佛菩萨慈悲 还让自己可以戴罪立功 所以跟大家交流 这些角度 主要就是 自己犯过太多错 以这一些 负面的经验 来供养 来供养大家 所以 自己走过来 也会觉得 显向还生 当然 能以师长 这些种词的教诲 实时观照 自己就不容易 习气做主了 以这个君心师 来反观 因为在座 不少都是当父母 我就想到 唐太宗 他教孩子 他也是做之师 每一个机会点 他都掌握住 一天当中 跟孩子吃饭 他问孩子 你知道饭吗 诸位家长 你们有没有问过孩子 你知道饭从哪里来的吗 可能小孩说 从supermarket来的 像我从小在 高雄市长大的 我也没有下过田 去买一包米 确实是从 超级市场卖来的 他的孩子 从小生长在皇宫 你不抓住这些机会 引导他 他不食人间烟火 一粗一饭 当时来处不易 半师半侣 横念物力为奸 后来出门 坐在马上 问孩子 你懂马吗 这个 在孔子那个时代 有一个很会价码的人 叫龚野璧 有一天他表演价码 鲁国国君跟颜辉 一起欣赏 这个鲁国国君 哇 你看他技术很好 这个颜辉 说到了 他的马很快就要跑掉了 这个国君心想 颜辉不是很有修养吗 怎么嫉妒人家 怎么一开口就是批评了 后来过没几天 公野璧的马真的跑了 哇 这个国君赶快把颜辉找来 你怎么这么厉害 知道他的马要跑掉了 颜辉说 他驾马 都驾到那一匹马 透支了 所以 他的马受不了 就会跑掉了 那我们对待动物要体恤 对待一切人要体恤 所以 唐太宗抓着这个机会 提醒 你要善待马 以后你对臣民都要善待 你请老百姓来做这些国家的工程 你都要不要让他透支 而且你不能在他农忙的时候找他来 到时候影响他的收成 他生活怎么过 骑马 机会教育 后来 上了船 坐船 问他的孩子 你知道船吗 你知道舟吗 谁可在舟 亦可覆舟 舟者 君也 随者 人名也 你要爱名 接着又遇到了一棵大树 唐太宗又问孩子 你知道树吗 牧 木头 木受神 则指 大部分的木头 都会有弯曲的 但是用这个 神墨一弹 割出来的木头 很直 木受神 则指 人受贱 人 接受别人 劝贱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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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木头 还提醒 你以后要当 国家领导人 你要接受 别人的劝谏 那一天当中 有多少个机会 教育点 哪怕是带孩子 出去 我们也 欲教 娱乐 这个就是我们当父母的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道德学问 我们就能掌握住 这些机会 好 所以师长说 儒家的三宝 君清师 这些种词 法门 我们都要掌握住 那刚刚 跟大家 提到 我们儒家 道家这个基础 很重要 不然我们会 让众生 生烦恼 会脑害众生 那脑害众生 我们就犯了杀戒了 尤其 孔老夫子的教诲 无道义贯之 真子观察出来了 所以真子说 夫子之道 忠树 而已 这一段 在论语当中有 孔子说 无道义贯之 只有 所有的学生 都没讲话 只有 言回说 唯 是的 老师 结果孔子 孔子离开了 其他的同学过来 夫子之道 一以贯之 是什么 所以真子在说 夫子之道 忠树 而已 那我们都是老和尚的 弟子 假如老和尚说 无道 一以贯之 那我们当学生的 有没有马上清楚 老人家六十多年的教诲 以什么贯穿其中 这是我们当弟子的自己要去观察的 其实老人家很慈悲 都在提醒我们 老人家的莫保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诸佛教我 如是存心 五心 心有根本 行有根本 菩萨行 师长写了 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 念佛 这二十个字 贯穿在师长六十多年的教诲之中 我们把它掌握住了 我们随时依这个刚领 处世待人接物 那师父上人随时都 跟我们在一起 那孔子是中树之道 我们中树存心 就是用真心 众生生欢喜 我们不用中树 可能就会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众生就会生烦恼 所以中树也不可虚于理也 燕光祖师有一段法语 讲到了 学到之人 必须 事事长存 中树 心心 提防 过千 每一件事 这个中树之心 不能失掉 心心 要提防 自己的心念 有没有偏差 观心为要 知过必改 知善必为 见义必为 要有道义 见义必为 所以显然中树 知过必来 见义必为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如是之人 必定往生 若不如是 则与佛相反 绝难感通 应主这些法语 就是希望我们 当生要成就 那 这一句法语当中的重点 我们不能忽略掉 都要把它重视起来 好 所以 佛菩萨慈悲 包含我们这些祖师 他们都是 同体大悲 留了这些法宝 来护念我们 我们看得懂了 我们如凭得宝 就跟他们感应到交了 所以我们看到 白话节第六页 一时 这个就是感应到交的 因缘 是时成就 没有具体的年月 只说某一时 偶艺大师 在弥陀书超中 注解说 连事大师注解的 弥陀书超 或者是说法的人 证得了 托书尼 这个托书尼是 超过三昧的水平 托书尼是 种词 种一切法 词一切意 那师长讲到 托书尼 有说到 就像我们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 六字统色万法 种一切法 词一切意 日本 静宗的 祖师就提到了 一个阿字 出生一切 陀书尼 一切陀书尼 出生一切诸佛 所以一个阿字 不得了 所以这一句万德鸿鸣 就有这个阿字 所以阿弥陀佛 也是无上咒 无等等咒 是大神咒 大名咒 所以静宗节要讲的 六字统色万法 一门即是谱门 所以这里提到 能在一刹那之间 甚至在说一个字当中 便说了一切法门 所以这个人 就是把一刹那 延展成无量节 我们看到这一段 我们想到经文里有说 如来定会 这个阿难当之 如来正觉 其智难两 无有障碍 能于念请 助无量一节 那这一段经文 是不是就是这里提到的 一刹那延伸成无量节 我们翻到这个四十七 大家手上没有书了 这个陈德 读一下这一段 能于念请 助无量一节 身及诸根 无有真减 念请是一刹那 一坛指的六十分之一的时间 这么一点时间 能够助无量一节 所以我们说 咱们这部经 就是中本华言 所以就能打破时间 就显在华言的十玄门里面 节是多长的时间 无量一节 节已经很长了 还无量一节 这里有比喻 每边 每个边四十里的大石头 这个石头够大的了 这个天人几百年下来一次 用他身上披的青纱 在石头上轻轻一扶 就蹭一下而已 把这个石头完全磨得没有了 是一节 现在是无量一节 是极长的时间 释迦牟尼佛在刹那一念之间 就住这么长的节 身根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都没有增减 没有变化 在一念之间 就住了这么长的节 住这么长的节 只在一念 正是华言十玄门里面的 十四格法 一城门 所以 无量寿经的境界 跟华言的境界一样 都不是我们 用世间的这些概念 能够想象的 所以 所以静调的华言 静朝义的华言说的 知无量节是一念 知一念即是无量节 言处同时 打破了世间的时间概念 那静代物理学认为 空间 时间 物质 都是人类的错觉 也突破了旧时间概念 所以一念和无量节 平等 平等 所以超 思量 其实 时间 空间 物质 都是人类的错觉 我们真的承认了 我们就不容易因为 时间 空间 跟物质 让我们产生 心理的分别执着 心理的障碍 就像 师长常常举的例子 孟子跟孔子学 孔子在不在 不在了 那孟子能学那么好 代表 时间空间 对他的影响大不大 不大 我们假如 用感情跟 师父上人学习 老人家一元吉了 我们很难过 在那个因缘当中 出不来了 当然 他对老人家的情意很深 也是很可贵 但我们能进一步思维 老人家留是慈悲 老人家走也是慈悲 老人家远吉提醒我们 这样的法源 不是一直都有 一无常现前 我们懂得珍惜 就像阿难尊者 佛意涅槃 他警觉性起来了 不依赖了 师长老人家在 我们有不少弟子 可能都在依赖 不能用 情子感情 跟善知识学习 老人家的法身 设立 常住 法身 骗一切处 一心观理 清静法身 骗一切处 无生无灭 无去无来 所以现在老人家的法身 也是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假如太执着这个时空 很可能就觉得 心里所产生的这种情绪 很可能就障碍我们跟老人家的学习 我们假如觉得时空 都是错觉 没有影响 一打开老人家的教诲 就好像老人家亲自在面前给我们讲 我们就得真实的利益 佛门也有 偶艺大师学廉次大师 廉次大师不在了 接着 白话姐又说了 或者是听法的人 一个是说的 说的可以 把一刹那 延展成无量节 那听 静耳根 在听到一个字的时候 就能对其余的一切 完全通达 那这就等于 把多节 收缩成一刹那 可见 时间长短 因人而异了 在佛门 好像智者大师 讲一个如字 好像讲了八十天 还是九十天 你要把一个字 展开来讲九十天 那假如会听的人 可能听懂这个字 可能佛法就懂了 好 所以 黄老 只讲到了 经 直取 佛籍弟子 师资 这个资子 弟子 激感 就是师身 激感相遇之情 师之道合 讲的人 和盘托出 听的人 非常珍惜 那就 说听 是必 辩明一时 我们看佛经后面 欢喜 幸受 坐礼 而去 这个 缘 结得很深 那师长讲经 有举一个公案 智者大师 他读 法华经 读到 药王品 他让人家 入定了 就 亲自 到了 灵鹫山 听 释迦牟尼佛 讲 法华经 听了之后 出来 告诉大众 释迦牟尼佛 这个法华 圣会 还没有 散 所以这个公案 就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 自诚心 读诵 经典 会进到 这个法会 所以虽然 在记录当中 这个是三千多年前 讲的 法华经 还没有散 自诚心 自诚心 就像 自诚大师 这样 对他来讲 也是 当面 听 法华经 这是一时 我们 我们遇过一位 姓孔的长辈 一位女士 她听老和尚的十年英语 老和尚跟着李敏仑老师学习十年 听着一个小时 听了三十多遍 听到 李敏仑老师 送老和尚去火车站的影像 陷在她的面前 她还叙述给我们听 穿什么衣服 你看她听得很恭敬 你看这一段开示里面的境界 确实超越时空 现前 所以白话姐说到了 大师是说 这个莲池大师说到了 佛同弟子相会一处 甚思 愿吐出兴水 眼说尽忠妙法 普世真实之力 会以众生真实之力 贤徒们 贤弟子们 也多结善根成熟 堪受大法 所以自觉觉他 机缘感通 说听完毕 就叫做一时 好 那这一段 只要我们呢 自成恭敬 亲敬心 来听老和尚的经教 那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时 我们也是看受他老人家的大法 那我们这一生 当生成就的因缘 就成熟了 记得 当时候老人家都九十多了 就对着我们讲 现在求的没有别的 多带一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诸位同修啊 大家假如听到这一句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得带上我啊 那这个就不大善听了 应该听到老和尚说 多带一些人回去啊 那我们当弟子说 好 师父 我配合 多带一些人回去啊 就像无量寿经指导我们啊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喜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啊 这一句教诲就指导我们 什么时候要跟阿弥陀佛同心 同愿来度众生啊 不是往生之后哦 是现在哦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那我们眼前也要心同 师父上人 愿同 师父上人 我们跟师长的心 越相应 他老人家的法 我们才能纳受啊 我们的心静 心量 差老人家太多了 很可能纳受不了啊 有时候还会理解偏调了 理解错了 所以 师父讲的 学佛首先呢 扩宽 心量啊 我们心呢 就像一个器皿一样 法器啊 所以我们跟师父学 首先要学他的心量 纯心 我们才能纳受他的教诲 他是心包太虚 量周 杀界 其实这也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心啊 我们本来的心样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学佛要认识自己的真心啊 佛法里有一个比喻啊 我们的心比方就像大海一样辽阔啊 结果这个大海里呢 起了一个小水泡了 那水泡跟大海不能比了 那这个比喻就是 我们误以为这个水泡是自己啊 而不是大海 就好像我们误以为这个臭皮囊是自己 而不知道啊 我们的真正的自己啊 是法身啊 一切法都是我的身 就像这个大海一样 这么辽阔 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 要做一个动作 把水泡戳破了 这个水泡一戳破了 我在哪里啊 就在一切处了 我们把这个身见放下 整个宇宙 是我啊 我们要用这样的心量 来处事 那我们心量跟师长相应 师长这些教诲啊 我们很容易啊 就能相应了 好 那这里呢 也是一直在强调啊 时间 是我们的错觉 是抽象概念 这里具体啊 用科学来讲 现代科学 正知 太阳围绕 它的中心运转一周 其实太阳上的一年 相当于地球时间的 两万万年 而且爱因斯坦相对论 学说指出 当某物体运动的速度 这个物体运动速度 接近光速的时候 时间就会随着这个物体的速度 而变化 所以时间并不是定量 更重要的 爱因斯坦说啊 时间空间和物质 都是来自人类的错觉 举一个极浅的例子 一辆接近光速的火车 他现在向前行驶 有一节车厢中 这一节车厢前面后面都坐了人 那前进中 这个陈务员在下午六点 点燃了车厢中间 悬挂的一盏灯 这个灯点起来了 这个火车是以接近光速在向前 坐在车厢前面的人 车厢前面的人 要等灯光的光线 照到他眼前 他才知道灯亮了 可是光前进 这个车速以光速也在前进 所以光要紧跟 但光速比车速快 慢慢跟上了 终于赶上了 这个时候 车厢前面的人 才知道灯亮了 那这个离实际的时间 已经晚了一段了 我们就说他 六点十五分 车厢前面的人 才看到灯亮了 可是坐在车厢后面的人 他是迎着灯光前进的 因为灯点在中间 前面的这个光 得追追追追追 追到他 他看到了 可是车厢后面的人 这个灯点了 他迎着这个车速 啪一下就看到了 就看到光亮了 所以灯光直向人射来 几乎不要经过什么时间 马上看到灯亮了 所以一节车上 便出现两种时间 这是经上一时的科学解释 就是时间不是定量 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条件 光速 这个车速像光速一样快的时候 你看在前后看的时间 就不一样了 好 那今天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有讲的不妥的地方 还请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批评指证 阿弥陀佛 我们念佛回向